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因为在最新曝光的一段女排训练视频中 张长宁出现在了球场上 并且完成了一次精彩的后功 只是这段视频的录制时间还无法确定 是不是受伤之后的视频 还没有最终答案 在国家队封闭集训期间 很少有人能知道女排的消息 训练的细节和球员的状态 也只能从一些现场观看训练网友拍的短视频去推测 如今大赛在即 郎导不希望队员们受到外界娱乐的影响 这也能理解 安心被战屏蔽外界干扰 这是郎导应该做的 可是 张长宁受伤的消息 还是传了出来 在训练中 张长宁不慎扭伤了膝盖 当时 张长宁倒地就球 可是支撑狡猾了一下 导致了受伤 张长宁对中国女排的重要性 不言而喻 郎导在不久前就表示 希望张长宁成为朱婷最好的对角 助教包装在带张长宁训练一传的时候 甚至直言他就是核心球员 主将 如今距离亚运会开幕 剩下只有一周左右的时间了 张长宁如果能迅速康复 那他在亚运会上付出就不会受到影响 这次亚运会出现在大名单中的张长宁也是女排最受期待的球员 很多人都想知道 张长宁能回复到几成 希望这次亚运会 张长宁能给外界带来惊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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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